这个女人就快急疯了 因为还有四个小时 太阳就要升起 所有被阳光照射到的动物 都会瞬间死亡 就在刚刚 小美被庇护所的士兵 恶意锁在了地堡门外 现在她必须赶到镇上 找到可以开门的工具 然而就在这时 她突然看到了一户亮着灯光的房屋 那里似乎竟然有人居住 她赶紧开车来到楼下 可走进房屋后 楼下漆黑一片 并没有任何幸存者 但楼上却不时的传来说话声 她小心的来到楼上 建儿童房的床上 躺着两具小孩的尸体 而那灯光和人声 都是还没有关闭的玩具发出的 顿时小美再次感到无比的绝望 不知所措的时候 她拿出了随身携带的一封信 那是小马临走前交给她的 小马嘱咐她 只有当她没能活着回来时 再打开查看 但这时已经无所谓了 她打开信封 本以为将会读到一份寿马的情书 谁知真实的内容 却让她无比的震惊 可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外面突然传了一阵轰鸣声 竟然从她头顶急驰而过 终于看到了存活的希望 她连忙启动了汽车 跟着直升机的方向开去 很快直升机被停在了空军基地 小美也同时赶到 她刚想上前选求帮助 结果飞机上 突然冲下来三个全副武装的士兵 在此她小美是来自北约的地堡后 回首都士兵问她 为什么要炸毁他们的飞机 小美先是一嫩 但很快就明白 原来他们就是几天前十年的俄罗斯人 情急之下 她想到了借刀杀 于是黄真 所有的破坏都是北约士兵所为 而她只是被抛弃的预言 俄方士兵果然相信了她 并在小美的带领下 立马动身前往地堡 而那一边 在得知二岁的计划后 阿伟很快就悄悄通知了黑内肺理工男 那小美的消失 还是让她有些惊慌失措 于是阿伟找到北约大使 告诉了她所有的事情 希望大使能够出面阻止暴难发生 随之坑爹的大使直接找到了丧彪 说出了二岁的计划 随着丧彪的目的果然达到 她表面上答应解决问题 使得背地里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完美的陷阱 当晚 他们将房门的钥匙悄悄放在了二岁房间 当二岁拉到钥匙后 立马就找到了黑妹他们 理说服他们一起行动 殊不知 他们正一步一步地走向对方不好的陷阱 果然 当他们准备寻找武器时 才发现所有的枪支都已经不在原位 而这时 桑彪又带领士兵快速冲了进来 这下完了 就算有北约大使在场 也再没人可以替他们开脱了 为了能够顺利带走种子和花姐 大山他们面带口罩找到她 假装复合花姐 搞知地面真的含有毒气 并劝说她一同离开 因为很有可能不会再有下一趟航班了 那时她将再也无法见到家人了 花姐果然被说动 随即便接过口罩准备离开 于是机长立马做好安排 45分钟后 起飞返回 然而不出意外 意外还是发生了 就在大门口 清洁工的口罩不小心脱落了下来 花姐虽说有精神病 但当她看到这一幕后 立马就反应过来自己被骗了 于是慌乱中 她转身就跑 无奈大山和小帅只能赶紧追上去 好在他们及时抓到了花姐 并强行将她绑在了飞机的驾驶室中 紧接着 他们继续完成任务 大山和小帅忙着拆卸飞机上的座椅 而清洁工和小马忙着给飞机加油 似乎一切都安不就班的在进行着 然而与此同时 小美带着俄罗斯人已经来到了地堡门外 他们炸开大门 立即冲了进去 而小美则趁机通过无线电联系上了大山他们 告诉了他们地堡里发生的一切 随后俄方的士兵就遇到了丧彪他们 原本想要调和的大使 突然被俄方士兵一枪击毙 而强生也瞬间惊动了二岁他们 结果在士兵回去支援时 他们刚好趁乱逃走 随着半路又遇到了另一波士兵 结果还是被瞬间制服 经过交涉 对峙的双方很快就冷静下来 丧彪分析出 既然双方的飞机都被炸毁 那就显而易见 附近一定存在一个第三方的士兵 只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 这个营舱的势力 竟然是一艘土耳其的海军潜艇 而且此刻 他们正向了挪威的种族库快速逼近 另一边 大山离开后 花姐竟然利用地上的撬棍解开了绳索 让机长他们发现时 还是晚了一步 神志不清的花姐 还是不想离开这里 于是让机长他们最担忧的事 还是发生了 他拉起变火器 一声呐喊后 对着驾驶台上的控制仪表 就是疯狂的破坏 无奈驾驶舱的大门属于防爆防弹级别 大山踹了半天都没有任何效果 硬的不行 那就来软的 但无论大师怎么耐心的劝说 花姐始终还是无动于衷 然而这时 太阳就快升起了 机长只能通知大家撤回种子库中 等他再次天黑 而花姐只能由他自生自灭了 第二天晚上 机长和小帅通过升降机来到机头 而这时 花姐已经彻底凉透 他们拆下挡风玻璃 最终进入到了驾驶舱 大家不幸的发现 所有控制仪表 都被破坏严重 机长悲观地表示 要在这辽不拉屎的地方修好飞机 几乎是不可能了 于是大山接到了机上的通知 他们暂时走不了了 但这仿佛也给大山做了决定 他返回种子库 找到了正在搬运种子的小马 看来是时候把最后的剧情交代清楚了 他表示小妹已经看了那份信中的内容 而那经营的事实就是 母子二人并非死于意外 由于母亲经常与上校争论 为了惩罚母亲 上校故意安排小马 在那天晚上关上了机房大门 只是他们谁也没料到 机房的门竟然会没有钥匙 小马痛苦地表示 自己只是为了服从命令 强烈的负罪感 让他还是给小美留下了证据 但大山已经被仇恨冲宽的头 他掏出手枪 准备一枪带走小马 然而就在这时 一个陌生的男人突然出现了通道中 在这紧急关头 他告诉大山 他们来自一艘土耳其潜艇 是一群研究人员 然而就当他脱向面罩 打算阻止大山开枪时 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末日航班的幸存者 又再一次聚集在一起 只是这一次 等待他们的不是阳光 而是北约士兵的审判 就在刚刚被抓获的二岁几人 年头刚返回地宝的小美 再次被关到了小房间中 而在这里 他们发现了受伤的阿伟 原来阿伟为了阻止丧彪 被他们弄伤后 并关到了这里 不久后 丧彪通知几人 当天晚上 他们将一起受到重人的审判 很明显 这是要处死他们的节奏 二岁他们明白 不能再坐以待毙 必须想办法赶在天黑前逃出去 李公然提出 利用俄方的直升机 来飞着罗威仓库 与大山他们会合 虽然想法很好 但当他们看到头顶的通风口时 才发现 如果有个喷枪该多好 这下黑妹终于急了 这时 李公然再次发挥了她的作用 她利用房间内的电池和电线 很快做出了一个简易的喷枪 接着 在等着所有人入睡后 李公然利用简易的喷枪 成功打开了通风口的栏杆 众人立马通过管道爬出房间 然而不幸的是 出口的控制室 正有士兵把守着 这时 他们突然集中生智 关闭了机房的发电机 在无比的黑暗中 二岁通过小男孩的夜视镜 悄妙地带领众人 躲过了大兵们的视线 于是当丧彪他们反应过来时 二岁几人已经成功地从地宝逃出 最后 他们全身飞快地开往直升机那边 然而 丧彪他们也很快地追了出来 而且折磨人的是 二岁并不熟悉俄语的操作台 尝试了多次 始终没能启动直升机 终于再次尝试后 直升机这才开始启动 这时对方追赶的声音已经传来 危机关头 二位突然狠下心 走下飞机 他让众人不要管他 这一次 他要当一回英雄 眼看直升机开始升空 但丧彪他们已经靠近 并举起着迫击报 准备激怒他们 二位启动油管车 对着丧彪的车辆 义无反顾地冲了过去 这一次 他已不在位置 最终 在纣彪的悲痛声中 直升机迎着月色飞快的开往挪威 绝夜逢生 第二季到此结束 别走开 节外还有彩蛋呢 好了 故事到此结束 我的字眼感谢观看